岛内有周刊在报韩国瑜所谓的房产问题 称韩国瑜曾买卖位于台北市大安区 仁安路三段24巷的姓安明煞月层公寓 再度引起风波 对此韩国瑜办公室20号上午出面澄清 称该房产为亲戚持有 跟韩国瑜夫妇房产交易无任何关系 该名亲戚不是公众人物 韩国瑜夫妇所有房产都已公布 判大众尊重该亲属的隐私权 韩国瑜20号晚间直播时针对此事表示 爆出他有豪宅是完全不实的谣言 现在是选举时期 这种做法是意图使人不当选的违法行为 所以他一定要提告 他怒呛 现在台湾90%的媒体都在监督在野党 世界没有这种民主 应该是谁有权利被谁监督 怎么会全部力量来监督他一个在野党的老头子 他重申 干净的书没问题 那是选民的选择 但不要肮脏的赢 因为那是基本的价值 韩国瑜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韩国瑜已经公布曾经拥有的房产了 现在连一生中住过哪里都要交代吗 这样转移焦点就能掩盖民进党施政无能的事实吗 难道连韩国瑜用过几种马桶都要交代吗